台湾的空气污染问题严重 公示新闻部推出了窒息的台湾 公示空污洲特别节目 前往彰化、台中以及高雄 去倾听在地的声音 而节目有首语翻译 接着就带大家来看 曾经热切期盼的六亲 为什么成为台西村居民 挥之不去的噩梦 每当南风吹起 位在浊水溪北岸 距离六亲只有八公里的彰化县 大城乡台西村 村民就会闻到一股 难以忍受的酸臭味 二十年前六亲工业区 落脚浊水溪南岸的云林县麦寮香 为当地带来投资与就业机会 但北岸的台西村民 承受的却是环境恶化 农漁业凋零 轻壮人口严重外流 所以第一个人口就流失了 年轻人一个也没有 今天你做企业 你一年贪到那几个八公里 你排出兵 对吗 你跟我们做企业 这些是在台湾这种生存 对吗 如果在外国 不然你下去就走路了 就以六亲工业习战来 我们一年一年就 就没空了 那跟九十五年 我们家的人 变贴就怎么出现 2010年台西村民出面反对 原本预定落脚在彰化大城 方圆海岸的国光石化 才让他们的困境 逐渐被社会大众看见 经过多年争取 2014年到2016年 台大公卫学院教授 詹强全团队 在彰化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发现距离六亲最近的台西村 居民体内重金属含量与离癌率 比起周边乡镇都还要高 六亲营运后的第十年到十六年 我们这一群租在这个 彰化县大城乡台西村的居民 他的癌症的新发生的这个发生率呢 是远高于大城乡的 其他的这个村的村民 也高于这个竹塘乡的 那高大概是二点三倍 到二点五倍左右 今年四月 环保署开始在台西村 进行空气监测 预计持续三到六个月 作为后续加强规范的参考 居民还在等待 空污问题获得解决的哪一天 记者张光宗陈宁 彰化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